我想要玩SUB体验 哇 有没有现场朋友也想要玩SUB体验赢的 市长谢国良跟立委林佩祥 产发处处长林鼎超和蔡富宁科长 一起来宣传基隆的朝近海湾节 今年首度规划了帆船摄影比赛 遥控帆船青子营和帆船体验赢 还有SUB和独木舟等多元体验活动 邀请全国各地的民众和基隆海洋 来一场美丽的夏日约会 那这一次的活动非常的丰富 有基隆语的绕道比赛 也有这个帆船的摄影比赛 有各式各样的活动 也有餐车市集 然后呢也有玩SUB 我自己就想要玩SUB 然后也有更多的一些不一样的活动正在举办 所以非常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在6月22、23日可以到基隆来玩我们的朝鸡海湾节 这个很会挑耶 直接 我是带你的小朋友去玩 小朋友现在听说三岁而已 我跟你说三岁也可以玩 我去年参加我们海湾节的活动在必杀渔港 那我个人是觉得我个人是非常的开心 那另外一方面我也蛮期待说 那个时候给自己 那时候立法院差不多七月中旬走上要放假了 那那时候希望说可以多带带孩子 都可以带带家人到朝鸡海湾走一走 然后吃个东西 然后在必杀渔港可以陪小朋友这样子 那会希望说会看到所有我们基隆的好朋友 甚至全台湾的好朋友一起过来基隆 其中第二十届的台流杯国际帆船赛 也将在6月23日上午11点举办基隆与绕岛赛 民众可报名观赛船欣赏赛事之外 也可以拍下美丽的帆船 参加摄影比赛 和家人共度精彩的夏天 想要了解更多的活动详情跟报名资讯 可关注朝响山海基隆粉丝团 以及朝近海湾节官网 记者黄正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